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是人员密集场所 疫情传播风险较大 为加强疫情防控 北京地铁按照不超过50%的标准控制满载率 北京地铁如何实现客流量的监控 4月2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在北京地铁应急中心墙上 不同电子屏幕上分别显示出北京地铁站点 及客流的实时影像及最新的数据情况 据介绍疫情期间 北京地铁公司一方面制定了超长超强运行图 缩小列车间隔提高运力 另一方面加强网络客流分析调度 通过网络客流实时监测系统 对路往16条线的近站出站换乘客流 以及断面满载率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并以不同颜色进行提示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区段 表示这个区段的满载率 现在是在40%以下 黄色区段表明了这个区段 现在的满载率是在40%以上 50%以下 当列车满载率超过50%的时候 我们的相应的区段会显示棕色 当列车满载率超过60%的时候 这个相应的区段会显示红色 韩庆龙介绍 当工作人员发现相应的区段数值超过了预定值时 会直接向车站发布下达限流命令 组织车站进行限流工作 控制乘客进站的速度 实现控制列车的拥挤度 当我们达到了像这种黄色区段 我们启动的是预警 通知相关的车站 让他们做好限流的准备工作 如果达到了这种棕色的 达到50%以上的时候 我们启动二级预警 组织相关的大客流车站 据介绍 目前北京地铁每日客运量 相当于疫情前的30%左右 随着人们陆续复工 地铁的客流量也会逐渐增大 北京地铁也会根据客运量的情况 不断调整运营组织计划 预计在疫情结束后 恢复到正常运营水平 目前我们采取的这种 特殊情况下的 列车运营组织形式 仅限于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采取的这是 算一种临时的 特殊的运营组织形式 随着疫情的发展 和客流的需求 我们还会不断地 对运营图进行调整 等到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还会恢复到 正常的运营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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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